外门大学的同学们大家好 我们接下来继续学习我们第十三讲沟通的第三个小节 有效沟通 那么在上一小节第二小节 我们最后我们给大家讲了一讲 这个组织当中沟通的理想状态 我们知道上行也好下行也好 或者说是平行沟通也好 都有一个理想的状态 但是呢我们也提到了理想状态的达成啊很不容易 那么在现实生活当中 在现实的管理实践当中 往往都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 需要我们去相应的克服 同时呢需要我们去努力的去学习 通过一些策略来达到有效的沟通 那么这一小节我们重要的就是要探讨 怎么样来促进有效的沟通 首先给大家看一幅这个关于沟通失败 或者说沟通出现问题的漫画图 那么这也是我们社会当中非常 吸引大家关注的一个热门社会话题 也就是我们讲的医患关系 我们看出现医疗纠纷的时候 这个患者的家属或者是相关的群体 他们会非常的激动 会要你什么讨个说法 对不对 这时候院方的代表说什么 大家先不要闹了 有什么事做下来好好商量 对吧 这是一种相当于是妥协 或者是进行某种意义上的沟通和谈判的这样一个信号 那么这就是一个典型的 很多时候我们发现甚至出现一些暴力事件 流血事件 这当然我们听上去很痛心 但如果分析来看 有些时候就是双方的沟通没有做好 沟通上出了问题 才会导致这样那样的负面的一些新闻 那么实际上有人说过这样句话 叫做什么 沟通是人类最伟大的成就的来源 那么有些时候最大的成功是你很好的沟通了 最大的失败来自于什么 不愿意沟通或者沟通没有做好 由此可见 对于一个企业来讲 沟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但是沟通并不那么简单 我们这里要谈的第一个问题就是 哪些因素会影响一个企业当中 或者说一个组织当中沟通的效率 我们把它主要区分为四种因素 分别是什么 个人的因素 人际的因素 结构的因素 以及我们讲的最后技术的因素 下面我们就依次对这四种因素 影响沟通效率的这四种因素 做一个简要的说明 首先我们看个人因素 那么哪些个人因素会影响我们的沟通效率呢 首先是一个很重要的心理学上的一个过程 叫做有选择的接受 这个听起来好像不是那么容易理解 但是如果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什么叫有选择的接受啊 那每个人啊都喜欢听那些自己想听或者愿意听的内容 说白了 每个人都愿意听好话 而不愿意听别人对你的批评 对吧 或者是一些负面的评价 所以呢 在我们接收对方信息的时候 往往我们会过滤掉一些 对吧 那么他如果说的那些对你好 对你有利 或者你很乐意去听的信息 那你就把它保留下来 甚至你把它在你的记忆当中强化 对于那些你可能听上去不舒服的消息呢 有些时候我们什么 故意的就把它剔除掉了 那这就是叫做有选择接受 这显然会影响我们沟通的效率 对不对 我们只是部分的吸取了对方传递来的信息 第二个 沟通的技巧 那么每个人沟通技巧可能都不一样 而且呢 有些人可能更擅长用语言的方式来给大家沟通 有些人呢 可能更擅长用书面的方式跟他沟通 这时候如果你非得强迫一个人 他擅长用语言的人 你让他写文字 可能他就不擅长了 所以这是技巧的问题 那第三个就是一个相关背景知识的时候 我们这两个人之间要想好好沟通好 有些时候需要一些什么 前情提要 如果大家喜欢看电视剧 或者看美剧的时候就会发现 每次这个剧眼一开头 都会有一个什么 前情提要 preview 对吧 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电视剧是什么 是周播的 一周播一集或者播两集 那么这在我们中国很多电视台 也在学习这样一种播放的模式 好处呢 是老师勾着你的胃口 对不对 但是呢 一个潜在的弊端就是 可能过了一个礼拜之后 观众就忘了上一周讲了什么内容 所以这时候 在播放正片之前 他都有一个前情提要 简单的介绍一下 上一集或者前面的故事 进展到哪个阶段了 对于人与人之间 或者组织当中的沟通来讲 这种背景知识呢 也很重要 因为如果对方 做出的这个决策 是基于一系列背景知识 背景信息来做出来的 可能这个决策是非常对的 但是因为如果你不占有这些知识 你就可能觉得这个决策是非常愚蠢 甚至是非常疯狂的 那这个时候沟通就会出现什么 问题 或者是出现冲突 好 那么这是从个人的角度 这个模型呢 也是把我们理解个人沟通的这种冲突 是非常有帮助的 我们看这个叫约哈瑞窗 他认为啊 每个人是像你的这种世界 或者你的人生当中 是有四个区域的 那么A区域叫做公开区 什么意思 这是别人知道的 也是我自己知道的 对吧 比方说大家都知道 罗老师是在讲管理学这个课程 对吧 我自己也知道 我在给大家讲授管理学的知识 所以呢 如果我们在这个区域当中 比方说我们针对管理学的问题 来探 讲开探讨和交流的时候 诶 那我们很可能就什么 非常容易沟通 对不对 效率会比较高 那你问一个问题给我 我可能就能比较好的回答告诉你 即便说我不知道答案 我可能也知道怎么样去考虑这个问题 那么B这个区呢 是个什么 叫隐藏区 我自己知道 别人不知道 这个什么 比方说我对某一个 比方说我对某种音乐很有研究 但事实上不是这样啊 罗老师没有任何艺术天赋 假设说我对某种音乐很有研究 但是你们不知道啊 所以你们也不会啊 拿这个音乐方的问题来问我 所以在这一块呢 我是隐秘的 我是安全的 对吧 只要我不主动跟别人说 不主动去炫耀 其实你们不会问我这个问题 我也不会觉得沟通不顺畅 这是隐藏区 那第三个区域呢 叫做盲目区 盲目区是什么 我自己不知道 对吧 我自己其实这一块是短板 是缺失的 我根本不知道 我可能 比方说 我对这个沟通的理解是错误的 对吧 但是你们知道 你们一听我的课 你发现 诶 罗老师讲了这个不对 那这块就要出问题 对不对 你发现我不对 我不知道我不对 然后你就跑来跟我说 罗老师 我给你反馈一下 我给你沟通一下 你沟通了这张课 这节课讲的内容是错误的 诶 这个时候我是吗 我一定很生气啊 对吧 我是教管理学的 我来教沟通的 然后你说我讲的不对 那我肯定很生气 对不对 所以这是一个盲目区 往往是出现 沟通的冲突 或者问题的地方 那最后一看呢 是封闭区 你们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这是我的潜能 对吧 也许我潜能可以做一个很好的歌手 但是 目前我还不知道 我相信可能未来也没有多大的可能性 那么这就水封闭区 这个呢 基本上它不会进入沟通的范畴 对吧 这跟我们的启示是什么吗 我们一定要对自己有一个充分的认识 对吧 别人眼中的你 或者别人看见的你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你和你自己理解的自己 有可能是一致的 比方说公开去就是一致的 那有可能是不一致的 因为你还没有意识到 但是别人发现了 所以这时候如果别人指出了我的问题的时候 我们可能首先需要什么 反思一下 对吧 到底是不是自己的这个工作 或者自己的做的东西出了问题 这样的话 能够比较好的去规避一些沟通的冲突 或者说没有效率的地方 那么这几张这个图 包括我们刚才讲的三类因素 谈的都是个人的因素 哪些个人因素会影响这种沟通的效率 那我们知道沟通一定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之间发生的过程 所以第二种因素呢 就是沟通的人际因素 那么影响沟通效率的人际因素呢 主要也是有三类 第一个呢 双方是不是足够的信任 或者说是足够的坦诚 我们知道 这个有些时候中国人其实很擅长 叫什么 嘴上说的好 说的漂亮 但是心里可能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有什么鬼心眼 对不对 他可能当沟通双方 一方不信任另外一方的时候 他很可能不会跟你说真话 对吧 甚至会把你的话套出来 那这时候沟通都是什么 一种虚假的沟通 或者说是带有水分的沟通 他往往呢 也很难达到比较高的效率 第二个呢 是可靠性 我们知道 这个狼来了的故事 对吧 这个孩子在忽悠这些村民们 第一次跑去说 狼来了 狼来了 大家都去救他 对吧 第二次又喊那次 大家都去救他 结果两次之后发现都被骗了 那到第三次 狼真的来的时候 这个小孩再喊 狼来了 狼来了 快来救我的时候 大家发现你不可信了 对吧 你不可靠 你之前说的这个信号 都是假的 和风火戏诸侯一样 那么这个时候 大家就不愿意来帮助你了 那么你的沟通 自然也就没法有效 或者是成功了 第三个 双方的相似性 社会心理学的研究 就发现相似的人 总是容易相互吸引的 我们中国人也说了好 叫什么 老乡见老乡 两眼泪汪汪 在一个陌生的场合 当你认识一个新朋友的时候 假设你发现 我们俩都是来自江苏的 我们俩都是来自四川的 你会发现 一下子很有共同语言 对吧 那么你们的沟通 相对来讲 也会比两个来自不同省份的陌生人 在一起沟通 要更有效率 更加富有成效一些 这是我们讲的 双方的这种相似性 好 那么第三种影响 沟通效率的因素呢 就是在企业当中这个组织的结构因素 让我们知道 无论是人还是团队或者是部门 它都是嵌入在一个固定的组织架构当中 因此呢 这种架构的因素 也会对我们沟通的效率产生影响 那第一个是什么呢 地位的差别 你跟 你跟你的主管的上司 你跟你的直接领导沟通 可能相对比较容易 比较方便 对不对 那么你的领导也认识你 当然如果你是在一个大型的企业当中 你们公司有几十万人 你说你去跟老大老总沟通的话 那一定是没什么效率 对不对 他根本不知道你是谁 不知道你在干什么 你也对领导可能也缺乏足够的了解 那么第二种是信息传递链 这个我们之前其实已经讲过了 当组织层级变多的时候 信息传递会出现什么 漏洞 会漏失 会漏掉很多信息 那么每一级可能漏20% 五级六级之后 这个信息就基本没啥了 对吧 第三个是团队的规模 作为一个管理者 如果你下面带了五个人 和你下面带了50个人 这个沟通的效率一定完全不一样 对吧 你带了五个人的时候 你完全可以一个一个的跟他们去说 或者打个电话给每个人就说完了 而如果你带了50个人 那你什么 只能开会 或者是什么 群发短信 群发邮件 或者建一个微信群 跟大家沟通 那这都是属于团队规模 会影响到这个沟通的效率 最后一个是空间的约束 这个呢 我们以前通常会发现 尤其像这种跨国公司 它的这个单位 有些在欧洲 有些在中国 有些在美国 隔得很远 所以平时在一起想沟通的话 往往比较困难 再加上还有时区 这个时差的这样一个因素 我们这边是白天 人美国是晚上 那沟通可能就比较困难了 对吧 当然这些年啊 随着这个信息技术的发展 视频会议啊 或者说是在线会议啊 包括一些新兴工具的出现 也让这种空间的约束 逐渐的被弱化了 即便我们隔着千山万水 只要这个网络信号够好的话 我们都是还可以随时的交流 随时的开会和沟通 所以说那么 这样一种因素的制约 正在逐渐的被弱化 这是我们讲的组织结构因素 那下一个我们要谈到呢 其实就是技术的因素 对吧 因为沟通啊 往往需要借助一些特定的渠道 来实现 那么在这些渠道当中 有些时候就跟技术很有关系 当然 第一个我们讲的技术的问题 就是你的语言的准确性 对吧 你能不能够准确的通过语言 通过文字来表达你的想法 表达你的观点 表达你想跟对方沟通的意义 如果说你的语言不够准确的话 你很难保证让对方能够完整的准确的理解到你想说的东西 所以这是一个技术因素 第二个因素呢 叫做非语言的暗示 我们讲过暗示我们秋波 对吧 眼神或者是面部表情 或者是手势 这也是一种这个叫做什么 传递信息进行沟通的办法 对不对 你比方说如果我现在给大家讲课的时候 说我们要怎么怎么样 然后我手上老师在做着一些什么 很奇怪的手势 对不对 或者说是很混乱的手势 那你们就会发现 我的沟通效率一定会被影响 对吧 你的可能 可能你的这个关注点就会变成我的手势上面 或者至少被这个牵引掉一部分注意力 那么这对沟通效率是有负面的影响的 第三个是媒介的有效性 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了 网络是不是稳定 对吧 我们的网络的手段 如果我们没有外面大学这么高级的这个录课的手段 这么高级的这个视频处理的技术 那我想大家可能在电脑面前 在手机iPad面前 也没法非常流畅的来来聆听我们这个管理学的课程 所以说呢 技术啊 或者是媒介的有效性 对于沟通效率也是非常重要的 最后一个信息过载啊 这个是我们现在信息化社会互联网社会 我们很多人都面临了一个问题 当然用微信的时候可能关注了很多的朋友 也关注了很多的公众账号 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 他们每天都会给你推送各种各样的公众账号信息 会给朋友汇发朋友圈 有些时候你就觉得信息太多了 对吧 你就不知道看哪个好 这就是一种信息过载 当信息过载的时候 我们很有可能什么 把一些本来有价值 或者是本来比较重要的信息给忽略掉了 对吧 就好像啊 在一个茫茫大海当中 你想去搜寻一个特别有价值的信息 它的难度是比较大的 这也是我们现在 为什么有些人开始在推广这种 筛选性的信息处理方式 对吧 建议你尽量少关注一些公众账号 朋友圈的数量也不要太多 不然的话呢 你可能就看不到你想看的信息了 好 讲到上面啊 这几类这个对于沟通效率会影响到的 限制性因素之后 那我们下来就来看一看 到底怎么样来促进有效的沟通 那么这里我会讲一点啊 我在这节课当中 因为我们是管理学的沟通这一章 对吧 所以我们其实讲的都是很多一般性的沟通策略 对吧 我不会告诉你 我们虽然我们知道我们演讲 我们写作都是非常重要的沟通手段 但这门课我不会来教你们怎么样演讲 对吧 我也不会教你们怎样去写作 那个属于技术性的问题 那么也不在我们这个课程当中进行探讨 所以我们更多谈的是 怎样进行一般性的沟通策略 那么讲沟通策略之前 有两点 我希望大家首先能够明确 第一点就是什么 你一定要明确你为了什么沟通 你的目的是什么 对吧 比方说我现在的沟通 跟同学们通过视频教学的沟通 目的是什么 是把管理学的相关的知识 内容 以及我积累的一些想法 跟大家进行传递和交流 对吧 有了明确的这样的目的之后 我才能够确定我想要讲什么 我怎么样去讲 怎么样跟你们沟通 对吧 那如果有时候我们的沟通的目的 不光是传递信息这么简单 我还想说服你 对吧 我想让说服你听了这个之后 你能够有所行动的话 那我可能要采用不同的沟通方式 或者是策略了 好 那么这是第一点要明确的 第二点呢 你要确定沟通的对象 那在企业当中尤其如此 你有一个意见 或者你有个想法 你到底要跟谁去说 是跟你的同事说 跟你的主管领导说 还是跟更高级别的领导说 对吧 跟不同的人说话的时候 你可能强调的侧重点也不一样 那我们生活当中只想说的好 叫什么 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 对吧 你见到不同的对象 哪怕是要传递相同的信息 有些时候我们都会用一些截然不同的方式 或者是载体来实现 这是我们讲有效沟通策略 最前面的最首要的两个方面 接下来呢 我们看一看沟通时候 你需要保有的一些态度 对吧 这个跟技术没有关系 它是一些你基本的态度的取向 那我总结了呢 基本上是16个字 第一点就叫什么 用心沟通 对吧 沟通啊 它不是说 我们把话传到 把信息传到 把你想表达意思告诉对方就行了 没那么简单 对不对 它一定是一种心灵上的沟通 你只有用心去感受对方的这种用意 你才能够是吧 把这种关系处理好 沟通的效率才能够提高 如果你老是心不在焉的 漫不经心的 那么可能很难达到这样一种 有效沟通的状态 那么第二点叫做信任和尊重 无论你在跟谁沟通 那么沟通对方跟你 都是在一个平等的人格的 这个这个基础上进行相互的沟通 所以你不要觉得自己高人一等 或者凌驾于他人之上 这都是非常不好的一种取向 第三种态度呢 就是我们跟刚才我们讲的用心沟通啊 非常相像 坦诚相待 对吧 我要对 尤其我在跟这个同事或者朋友进行沟通的时候 一定不能够藏着掖着 对吧 心里还打了一个小算盘 这样的话 说白了 现在谁都不傻 对不对 你老是心里有想法的时候 心里有你自己想算计的时候 最后叫什么 你可能会被别人算计 最后一个是很重要的一种沟通的态度 就是不要老想着我要怎样怎样 我会怎样怎样 我应该怎么怎么样 多从对方的角度 多来进行一些换位思考 考虑一下对方看这个问题的方式 对方的一些相关的内容 相关的背景的信息 那么站在对方的角度来看一看这个问题 能够让我们的视角更加多元 也能让我们在沟通当中啊 更加顺畅 出现了冲突和矛盾 也会少一些 这次我们讲的关于沟通的态度上 应该有了一些可以值得借鉴的策略 那么再有个呢 从沟通的内容上啊 你有了态度还不行 还得有一些具体的内容 在内容上 我们应该注意的一些方面呢 首先你要明白你到底要沟通什么 对吧 很多时候 有些人废话一箩筐 讲了很多话 但是呢 你都不知道他要跟你讲什么内容 对不对 所以你首先你要明确你的内容 如果大家说句 比方说你要进行演讲的时候 我们可能需要一个大纲 对吧 你先列个大纲 我今天可能主要讲哪几点 然后为了这几点 我来进行相应的后面的材料的组织 对吧 在组织这些内容的时候呢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沟通内容 一定要准确信息 对吧 你不要给对方一个摸能两可的 这样一个信息 你让他觉得好像往左走也不对 往右走也不对 那就很麻烦了 对吧 所以你要非常清晰的告诉他 你想传递什么样的信息 什么样的内容 再一个就是 确认并且寻求反馈 什么意思啊 比方说你领导给他交 给你交代一项任务 说小张啊 你去把这个事情办一下 如果你说你对这个 这个信号 对这个信息 理解的不够准确的时候 怎么办 你要跟领导确认一下 你说老板 是不是你让我去明天下午五点去哪个办公室干什么事 对不对 跟他确认一下 是不是这样 领导说是 然后你再去办 对吧 不要说你说了这个 你明明就没有特别清楚的理解 然后你就去干了 可能最后什么 好心办了坏事 对吧 所以说 一定要去积极的寻求确认 寻求反馈 当你做完之后 又问领导 我这地方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还有什么可以改进的地方 我做的对不对 那么最后一个呢 跟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换位思考啊 很像 就是要什么 受众导向 对不对 你比方说 你去 去商场 卖衣服的这种导购 或者是卖手机 卖产品的导购 如果他老是说 我们这个衣服多么多么好 我们这个手机多么多么好 我们这个产品多么多么棒 消费者可能不怎么理睬啊 对吧 他需要怎么样 站在对方的角度 站在消费者的角度 来介绍这件衣服 比方说 哎美女 你穿这个衣服 显白 对吧 你穿这个衣服 身材可好了 你穿这个衣服怎么样 感觉人特别有气质 对吧 他其实是站在对方的角度 来介绍这样一个产品 来进行沟通 这种情况相对来讲 成功率什么 也会高一些 就是我们讲的 关于沟通的内容的组织 好 那么接下来呢 哎 很重要的一点 我们都以为沟通是说 对不对 那我现在就是一个典型的沟通的行为 我在不停的说 那实际上 在提高沟通效率当中 有一点 比说更重要 那就是什么 倾听的艺术 当你 你可能觉得 哎我这个人比较害羞 比较内向 对不对 我没有特别强的演讲的能力 我没有特别强的 发表自己观点 或者意见的能力 这都不重要 这可以去学习 如果说 我不会倾听 那就很麻烦了 那不会倾听的表现是什么 别人说话的时候 你老想打断他 对吧 或者别人刚说完一个观点 你立马跳起来说 不对 你这个观点有问题 这都属于不会倾听的 典型的表现 实际上呢 我们也就发现什么 倾听是一种最好的沟通 当你愿意倾听的时候 这表明什么 表明你可能是什么 一个比较坦诚的态度 比较用心的态度 在跟别人进行沟通 看上去 你似乎没有表达你的观点 但实际上呢 这对于你未来 对于你持续的去提升 你的沟通的能力 沟通的效率 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那我们来讲一讲 怎么样能够有效的倾听呢 这幅图我觉得非常好 你知道吗 中间这个这是一个繁体的听词 对吧 那么这个图呢 就把这个听阐示为几个方面 我们首先来看啊 第一个叫什么 用耳朵去听啊 这是一句废话的废话 什么意思啊 当然我的废话是打双引号的啊 什么叫用耳去听呢 你当然用耳朵去听了 因为耳朵是我们的听觉器官 对不对 但是呢 用耳朵去听讲的就是什么 你一定要听懂对方表达的意思 要准确的听懂他的意思 不要 有些时候我们什么 不用耳朵听 真的 不用耳朵听 不是说不丢用这个器官 而是什么呢 别人讲你的 左耳进右耳出 你自己有你自己的一套 加在上面 这就很麻烦 所以第一要用耳朵去听 第二个呢 我们看这个 叫听者为王 这个王字 听者为王 也就是说什么 善于心天的人 往往能够赢得大家的尊重 赢得大家的信任 最后呢 可能会更容易 有这种成功 或者有这种 比较好的表现 再一个 中正去听 中正是 讲某人的这个字 对吧 或者说名字 但是我们这里讲的不是他 我们讲的中正去听 什么意思 你站在一个客观的 中立的观点 去听别人的观点 听别人的这种 想法 这样呢 你要有足够的包容性 别人说完之后 哪怕你不赞同 你先要去分析 他提出这个观点的逻辑 对吧 他提出观点 为什么他会有这个观点 尊重对方的前提下 你再进行思考 不要什么 人家还没说完 你就判断了 说你这个不对 或者你这个完全有问题 这是非常不好的 听的习惯 再有一个 双目注视 听的时候也要进行什么 眼神的沟通和交流 这是一种非常好的 给别人一个很好的印象 而且呢 有助于加深你们之间的这种情感联系 最后一回叫做一心一意 你不要听的时候自己还在下面 玩手机 对吧 打电话 或者是读书 或者是干其他事 这样的话呢 别人觉得你既不尊重他 也会影响你听别人说话的这种效率 影响你倾听的有效性 所以呢 通过这个听字 我们发现啊 其实听的时候需要什么 眼耳心 同时作用 还有大脑可能 眼睛做视对方 耳朵认真听 心理全心全意 大脑当中要进行思考 这是我们讲听的一个比较好的境界 好 那么呢 讲了这么多一些啊 关于沟通的策略 其实你发现 想要再讲下去 可以再讲很多很多时间 对吧 有很多很具体的啊 细节性的策略 或者细节来跟大家分享 那么这里呢 我把我们这一节 或者说整个这一讲 谈到了沟通问题呢 用四句话来总结一下 第一个讲什么 沟通无处不在 对吧 你回到家 跟你的家人 跟你的恋人 你在公司 或者在学校 跟你的同学 和你的同事领导 你去社会上 跟任何一个人接触的时候 都有可能会存在 沟通的问题 第二句话呢 沟通绝非意识 对吧 沟通不是你想象那么简单 它往往需要我们 有意识的 去提升自己的沟通的能力 这样才能够达到我们的目的 第三句话 沟通是门艺术 我们讲管理是门艺术 那沟通呢 更是门艺术 对吧 我们看到很多人在网上 或者是在市场上 有这样的课程 怎么样提升沟通能力 怎么样去演讲的艺术 沟通的艺术 这都充分说明 沟通是需要 很主观性的一些东西 去摸索 它不是一个客观的规律 说你做到一二三四五 你就能够把沟通做好 没有谁能够这么给你保证 反正我是保证不了 对吧 这个需要你自己 慢慢的去琢磨 去在人生的阅历过程当中 去体会 最后一句话 沟通是可以学习和培养的 什么意思 你现在还能发现 我不擅长于沟通 或者说我的沟通能力 没有那么强 不要气馁 不要伤心 没关系 我们可以通过有意识的学习 来逐步的提高和培养 好 那么呢 用这四句话来总结 我们这一讲 关于沟通的内容 那么也希望大家 从这个过程当中 可以得到一些启迪 得到一些这种相关的内容的这种铺链 那么当然 因为时间有限 我们可能很难把沟通这一讲 给大家讲得清清楚楚 非常透彻 在接下来这个外门大学的课程设计当中呢 我还会为大家主讲一门管理沟通的课程 也希望大家到时候能够进一步的关注 到时候呢 我们将会用一门课程 来具体的谈一谈管理沟通的相关内容 相关知识 那么希望大家到时候继续关注我的管理沟通课程 好 那么到这里呢 我们管理学第十三讲 这个沟通的内容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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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